美国白宫国安会印台事务协调员坎贝尔日前在电话吹风会上称 美将根据长期以来的政策与台支持 包括在台湾海峡进行标准化海空通行行动 支持台自卫能力 强化美台经贸合作 强化自身军事存在 对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 我们严正警告美方不要轻举妄动 不要制造更大的危机 玩活者绝对没有好下场 犯我中华者必将受到惩处 佩洛西制造的这场闹剧 根本不可能影响台湾回归祖国的历史大势 也丝毫不会损害一个中国的国际共识 更阻挡不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中国人民不信邪 不怕鬼 捍卫核心利益坚定不移 我们严正警告美方不要轻举妄动 不要制造更大的危机 玩活者绝对没有好下场 犯我中华者必将受到惩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